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幸福到万家和幸福半生出走人少女 勤奋且励志,最后苦尽甘来 据悉,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即将开播 该剧是由郑小龙指导的,讲述了农村姑娘和幸福不畏艰难,并活成一道光的励志故事 出道多年,赵丽颖演绎了不少竞典角色,大都是古装傻白甜类型 这次挑战的是和幸福,她积极乐观,善良勤劳,而且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性格底色 虽然和幸福没有读过太多书,但她在认认真真的生活,并乐于助人积极从容,是一个有着大格局和智慧的女子 从闹婚为自己鸣不平到城里打工蜕变,和幸福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故乡,一起带着乡亲们发财致富 尽管生活总是波澜重重,但和幸福没有放弃过希望和憧憬,朝着心中的梦想前行 整体来说,这次赵丽颖的角色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般,同样是农村走出来的姑娘 同样勤奋努力,她最后都成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正如海报中这一句话,想要活成参天大树,需要有自己的根 做人就要像树一般坚韧不拔,也要像草一样生生不息 和幸福就是这样笃定勤奋的女孩子,她虽然家境贫寒,却坚持向阳而生 从那个默默为妹妹发生的女汉子,最后成长蜕变为创业女强人 在老家的日子,她敢于反对各种传统陋习,而去城市打工四处辗转吃尽了苦头 却始终怀有善良豁达的心态,因为学历低总是处处被嫌弃,通过学习再次打开格局和眼界 但无论面对了多少冷眼和嘲讽,和幸福却笑得坦然肆意,她问心无愧还宽或大度,背后没有靠山,最后活成了自己的靠山 金庸曾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 努力奔跑奋斗的姑娘,永远都不会输掉人生 和幸福就一直追着自己向往的幸福而前行,用汗水和泪水诠释了什么叫做普通又平凡的幸福 半生初走归来仍少女,越近世事沉浮始终淡然,而常遍人情冷暖确立,事故而迷天真 倔强的翻版秋菊了,而是心怀大爱也带着大家一起奋斗赚钱,将自己的小日子慢慢过好 虽然世界并没有对和幸福温柔以待,但她始终怀着最大的善意和坚持,却直面重重苦难和挫折 女主角和幸福跟赵丽颖的人生何其相似呢? 都是从泥泞里爬出来的坚韧灵魂,不会轻易地向命运低头 经过多年的打拼,赵丽颖终于用演技和实力征服了观众,而和幸福走过无数艰辛坎坷,才终于拥抱了这世间的幸福 一直默默仰望星辰追光而行,苦尽甘来才柳暗花明又一村 而什么叫做幸福?或许,一千个观众心里,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答案,但只要你不放弃自我成长和提升,就是通往幸福最平坦的那条路,生活是活给自己看的,精彩传奇也是自己亲手书写出来的 各位亲们,你们如何看待罗静,赵丽颖,张可颖,刘薇等主演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呢?欢迎留言 幸福到万家还未播,首播评价出炉,八家媒体点评一针见血 幸福到万家对于赵丽颖来说可以说是转型的关键之作 手握多部爆款的赵丽颖,在古偶市场已经达到了天花板的水准 转战证据题材更适合他往后的细路规划,而观众对他的期望也相当的高 不过话说回来,电视剧幸福到万家虽然已经定档于6月29日 但粉丝观众的期待之强已经按捺不住 从预告质感再到题材内容,幸福到万家都是一部冲口碑的作品 而从网络上首播出炉的八家媒体的专业点评里 观众也能观众亏报在一针见血的影评里提前做好对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的心理预设 从媒体给出的关键词来看,幸福到万家在烟火器、小人物以及女性题材上颇有看点 而作为一部以女性角色为主的证据题材 幸福到万家仿佛已经掌握了口碑密码 就等着和观众见面,受市场的检验 烟火器才是共情基础,幸福到万家看到真实 从剧情来看,幸福到万家讲述的就是普通的乡村妇女和幸福在嫁到万家庄之后 与村之书万善堂接下两子,最终不得不在村民的舆论压力下离开家乡,去城市打拼 到了大都市,和幸福进入一家律所打工,同时也遇到了自己的人生贵人关涛 一边是婚姻危机,一边是女性成长,在幸福到万家的故事里 主线便是和幸福从只会做体力活的普通妇女成长位回到万家庄开办民宿 促进家乡旅游业发展的领头人 在这种小人物的故事里,女性和烟火器是最重要的两个看点 而从媒体的评价来看,幸福到万家显然抓住了两个重点,既展现了女性在婚姻,事业以及社会中举步维艰的现实状况,也凸显了接地气的真实感 值得一提的是,幸福到万家这部剧从导演到编剧都是强强联合 导演郑小龙,本身就是主流圈里的王牌导演,观众熟知的电视剧《甄嬛船》、《米月船》、《红高粱》等等口碑出圈的作品都出自郑小龙老师之手 他对作品的掌握能力或许不比流量兴致的题材时时刻刻追逐热度 但是郑小龙导演就是有能力让自己的作品变成反复回盘但依旧看点十足的经典 由导演的助阵,幸福到万家的内容,节奏都有了保障 而编剧刘雪松加赵东霖的组合,更是这部剧的优势 编剧刘雪松的发挥并不算稳定,但八百,斗牛等精彩作品,都出自他手 有郑小龙把控创作方向,刘雪松编剧绝对不会让观众失望 何况赵东霖老师可从不失手 今年赵东霖老师上线的警察荣誉,开播就把人间百味的烟火器直接拉满 他擅长加长里短,也善于制造冲突矛盾 现在想来,幸福到万家受多家媒体好评的烟火器 绝对少不了赵东霖老师的功劳 演员实力强劲,赵丽颖的表演游刃有余 对于赵丽颖,观众的第一反应一定是热度女王 从花千古道之后的陆珍传奇,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全都是爆款 而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更是八十五花中的佼佼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媒体点评中,赵丽颖得到了高度赞誉 他的演技被评为游刃有余 而从预告里,观众也能看出他作为一线大咖的人物塑造力 在主线故事里,幸福到万家一共两个视角 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市 从某种意义来讲,和幸福成长的过程也是从农村到城市 一开始,他没什么文化,只能打扫打扫卫生 整个人从骨子里透着憨厚老实,帅真简单 而在之后的剧情里,和幸福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城里站稳脚跟 获得成功,最后又颇有前瞻性的回到万家庄,带火了旅游业 仅仅是预告,观众就能看出赵丽颖在人物不同阶段的不同塑造 这种层次感就是观众入戏的基础 而且观众看着幸福到万家里的和幸福,并不会把他与赵丽颖以往塑造的任何角色关联起来 甚至和转型之后的随事凶手都有着几乎颠覆的荧幕形象 这一点,也凸显了赵丽颖的人物塑造力 当然,除了赵丽颖之外,幸福到万家中的看点也有不少 这部剧的男主不是女主的爱人,而是万家庄的领头人万善堂 他不是单一的,伟光正的干部形象,是一个有私心,但也一心只为万家庄好的村干部 在与和幸福的矛盾中,万善堂也曾对和幸福自投一样的性格头疼不已 但是时间证明了一切,也证明了和幸福的能力 最后的结局里,万善堂退位让贤,认同了和幸福的价值 至于作为男二的罗进,当然也是幸福到万家里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是帮助和幸福成功的贵人,但是两人之间有没有情感线 从目前的宣发和预告里确实看不出来 这也说明,幸福到万家是扎扎实实的在演女性的成长 绝不是一个披着正剧的皮谈恋爱的偶像剧 总之,在阵容方面,幸福到万家看点十足,直接赢在了起跑线上 这些实力演员的出演,只会让编剧笔下的人物更加鲜活 当然,在幸福到万家正式上线之前 谁也不敢保证媒体的评价没有美化的成分 但笔者认为,作为阵容给力,班迪可靠,预告质量在线的一部作品 幸福到万家几乎没有被拍成烂剧的可能 尤其是当下媒体全网统一口径的好评 更证明这部剧在目前市场的绝对竞争力 最后,除了期待幸福到万家能够顺利上线 也希望赵丽颖能够多多营业 让追剧的观众在剧外也能有很好的追剧体验 毕竟这部对她来说是转型的关键之作 播出后的效率如何也会影响她往后接触的影视资源 赵丽颖新剧《幸福到万家》剧还未播,就有差评了 大家万众期待的《幸福到万家》终于定档了 6月29日,东方卫视,北京卫视19.30分播出 这部剧由赵丽颖,刘威,唐曾领贤主演 罗晋特邀出演 导演郑小龙,刘雪松 从这部剧公布的主演阵容,制作班底,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 虽然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她从出道以后,拍过很多的爆款剧 演技在同龄演员中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赵丽颖本人也一直都很努力,出身农村,没有什么背景进入娱乐圈 从草根群演开始,一步步摸爬滚打,到现在成为一线女明星 这中间经历过的困难,挫折是不足以外人道的 6年前赵丽颖曾经许愿,希望能跟郑小龙导演合作 面面不如,必有回想 赵丽颖本人也说过 我会特别感谢自己的成长环境 她会造就一个人的品行,也让人收获颇多 她一直在为了能够成为一名优秀演员而努力 终于6年后,心愿达成,上天是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时隔15年,赵丽颖跟郑小龙导演再次合作 15年前的她,还是一个小小的群演 15年后的她,终于可以成为一名郑小龙导演剧中的女主角 幸福到万家主演定下来 赵丽颖以后,跟郑小龙导演的合作,非常让人期待 在等待的日子里 官方也放出了许多片段 有一个片段,让我看了感觉很心酸也很震撼 农村出身,没有人脉,没有背景,就该被瞧不起吗? 片段中里面有一句演员的话 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人啊 像只蜗牛,每天呢,都必须的拼命往前爬 可是后背始终背着一个沉重的壳,到处被人看不起,得不到尊重 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机会 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就活该被瞧不起吗? 双引号 生而为人,谁又比谁高贵,出身农村又怎样? 赵丽颖就是剧中女主角的现实写照 主要努力,农村人又怎样,上天是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赵丽颖在剧中有句台词 妈妈一定使劲活,好好活 看得我眼泪盈眶 赵丽颖的演技真的可以打动每一个观众 让观众共情 我是非常期待的 可惜这剧还没上映 我看到现在就已经有人开始打出剧评,差评了 5月13日,请大家注意这个剧6月29日才会上映的啊 穿越后未来去看了下剧,再穿越回来 回来先记得写个剧评 剧评中说小说人物是弟弟道道的农村妇女 赵丽颖引不出来,披着皮的偶像剧 这个为了黑而黑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说农村人演不了农村人,农村人演农村人不像农村人,我怎么不大信服这个剧评作者的观点 这剧还没播出,我们不好做评论,也请大家都理性一点,不要为了黑而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